说点闲话 讲点故事 倒点常识 咱们不想惊人 也不想吓人 各位听了 会心一笑 咱们相望于江湖 一鸣不惊人 欢迎收听 我是张鸣 一鸣不惊人 今天接的开讲 今天讲的题目是 这样的危机公关 在我们中国 出现这种紧急事件 危机事件是常有的现象 很多地方 很多部门都碰到过这样的事情 那么 关于危机公关 这个已经成了一门学问了 这个好像十几年就在搞这个危机公关 相信很多政府 很多部门已经开始学这个东西了 但是呢 迄今为止 他们都没学好 这个来自于西方这样的危机公关处理呢 这个对他们来说格格不入 他对他们来说实际上就是老一套 我总结了一下 就是四部曲 第一 是瞒和捂 就是瞒和捂 就事出来之后 拼全力 马上封锁 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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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事捂住 捂住 再捂住 所有人 知道的人都不许讲 谁也不许讲 不许发微博 不许跟记者联系 防火 防盗 防记者 什么都防得严严实实的 谁要敢出去乱说 一定严惩不待 瞒 瞒 甚至有的时候甚至不惜说这种暴力威胁 再不行就是搞金钱收买 反正总而言说 能把事捂住 瞒住就行 这是第一步 第一步如果不成功 终于有人把它动到微博上去了 动到网上去了 那就是就要来第二步 第二步就是封和散 封和散 这个散 这个散帖有关部门 或者一般是做不到 做不到 做不到就是通过花钱去或者运作关系 就让这个微博去散 散 尽可能就全网封散 建一个 散一个 建一个 散一个 散一个 不留痕迹 不留痕迹 什么这种论坛呢 什么微博呀 什么现在有微信呢 把那金钱可能就散 这个呢 就是这个成本就比较高了 因为你要运作这个事呢 你需要花大价钱 当然也有些网络管理人员就因此就栽了 收钱了嘛 但这种事是赚不了 只要危机公关就赚不了有人去三天 花去三天 那么这种事也不太好办 因为有的时候呢 就是他这个事弄得太大 要不就是说这个事呢 正好撞到这个网民的这种敏感点上 所以很容易就爆发 一旦爆发到一定程度 删不来了 删不来了 而且如果是上级并没有下令全网封杀的话 你就单靠这个网络管理人员去删 实际上是可能有问题的 所以就很可能就闹大了 就终于传播开了 传播开了 这个时候 那么这一关木门就没办法了 怎么办呢 那就开始来第三步 第三步就是东扯西拉 你说东我说西 你说南我说北 反正总算是不给你真相 你问这个我就我说我答那个 你比如说这个雷杨事件的话 就是这样的 老百姓都关心的是说雷杨怎么死的 但是人家警方回答了 说他嫖娼了 为什么嫖娼 就是嫖娼了 为什么他去接人会嫖娼 就是嫖娼了 为什么会在家门口嫖娼 就是嫖娼了 为什么说怎么嫖娼 说是打飞机 打飞机 打飞机还有证据 说B人汤里头有他DNA 那为什么打飞机要用B人汤 不管反正就是嫖娼了 我就是回答你一个字 叫嫖娼 就一个事嫖娼了 我就是不告诉你 他为什么死的 怎么死的 我到底干了些什么 我就是不说 就是不说 东拉西扯 然后呢就开始捕水军 捕水军去 去这个发帖子 去骂人 发帖子去搅和 这里头有理性帖 什么这个洗地帖 什么客观分析帖 反正就是搅和 就是从各种理由来跟你搅和 这也是需要花钱的 这个钱就花得比较大了 就是他自己很 就是应付起来 到第三步的时候 我估计只是没点不换打钱 这个公关是估计是百步 公布下来了 如果这一步还不行 这也可能也是 也有的 这一步还不行 网上闹得是富反逃天 这个时候呢 最后一招 杀手剑就说 就把事件升级 就说这个事呢 是由于这个 境外反动势力参与 把事件运动呢 就是把这脚 把水搅混了 脚乱了 脚乱了 这个 你看 他们这个玩我自信不死 然后呢 就利用这个事呢 攻击中国 攻击社会制度 反华等等 这个只要他这个升级 能够得到更上级的 有关部门的呼应 那就可能导致什么的 就是全网封杀 导致这个所有部门 媒体都不能刊载啊 就这事完全 封杀在 就是全部 沉掉 从此别说真相 连这个事本身 都沉在这个 海里了 海底了 海底了 那么这种做法 就是这四部曲 它只要是 最后一关守住了 它就都 它就可以 公关成功了 但如果这四部都守不住 那最后可能就是 这个人就要 就有人要倒霉了 这个有关部门 比如说有个地方政府 可能就有人会 丢沙帽拉 甚至严重的 可能会 因此朗诞入狱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但是 在前四部 能够把事摆平的 这样的概率 还是相当大的 那么这都摆平了之后呢 有什么好处呢 什么好处都没有 就是你尽管 你就把它是摆平了 但是这个事情还在 真相没有了 它是谣言 它是小的消息 是满天飞 人们会把你的 有关部门想的 非常非常的不堪 你们就跟恶魔一样 别说公信力了 就连起码的人的形象 都没有了 那么这样的 有什么好处呢 对谁都不好 但是为什么 人们就是 死活要这样公关呢 死活就非得这样干不可呢 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家有关部门 实际上他们就是 他们想的就是眼前的事 就是我只要把这摆平就行 我只要现在 在乌沙漠不丢就可以 以后的事 以后管他 洪水滔天 以后谁管呢 以后我就不干了 对不对 所以现在 只要能眼前把人事 把他事给按住 一切OK 至于说以后 有什么后 特别大的恶国 我就不管了 我就不管了 那根本不是我管的事 所以现在危机公关 实际上它不是危机公关 它只是把这些小的危机 转化成为一件大的危机 为以后邓打的危机 做铺垫 你说这不是坑人吗 坑人吗 但是这样的坑人的事 今天有 昨天有 今天有 明天还会有 以后恐怕 还会乘出不穷的出来 人们要真相 永远没有 有真相永远都是烂尾的 这个事情也都是烂尾的 我们中国就是这样 让一件一件的事烂尾 永远烂尾下去 没有个头 一鸣不惊人 今天就讲的就 希望大家下次接着听我讲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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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